东里国小才刚刚拿下国小世界杯足球赛冠军 队长潘雨彤还拿下了大会金球奖 学校那边也传出了好消息了 学校推荐潘雨彤参加总统教育奖 经过多次全国讨论会议之后 列入全国国小决选18位荣获输荣 将会在7月份到台北接受总统颁奖 这次提出一届好球 他是东里国小足球队队长潘雨彤 才刚刚拿下国小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 队长潘雨彤同时也拿下大会的金球奖 学校也传出好消息 学校推荐潘雨彤参加总统教育奖 经过多次全国讨论会议后 列入全国国小决选18位荣获输荣 这是很像是我最后一次 在跟他们一起一起踢足球比赛 然后让我在毕业之前得到一个冠军 学校表示他除了参加国小世界杯足球赛冠军 也在2022年全国体育署杯足球锦标赛 荣获女子U13岁组第一名 111年度傅里香国语文竞赛作文荣获第二名 傅里香古道秋生乌克利利表演的活动 可谓文武全才 小孩子的体力啊耐力啊都非常的棒 而且小孩子其实就是有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 然后为了为了自己的荣誉 为了学校的荣誉 为了我们花脸的荣誉 努力奋战这样子 潘雨彤得奖后表示他的家庭很普通 因为曾祖母身体不舒服 所以家里有很多事情都要学习去解决 他喜欢踢足球 早上和放学后都跟着球队一起来练球 足球是他最喜欢的兴趣 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潘雨彤也将在7月份到台北接受总统颁奖 记者高松双副理箱采访报道